爸爸 接受我一直道歉 因為我覺得道歉就會委屈 我誰 我黃小燕給你道歉 所以我就要先讀空氣 因為我不想要到 妳也會看空氣品質 我超會的 而且我這種隨便一 居然就稍微一測一下 唉唷 不對 然後呢 我先生不是臉紅 我先生是眼睛下垂 完蛋了 他只要一氣的時候 你可以看得出來他的 所以他心情不好的時候 我會變這樣 他一定變成 到眼睛就嚇沉 但是他那種心情好 就變小狗就是那種汪汪眼睛 小狗好用在網上 我懂 就是一些細微的變化 對 只有你看得出來 只有我看得出來 他只要一下水 我想 謝... 那妳怎麼辦 我先生呢 他就是希望每次回到家裡 就有一桌的菜 你第一天 第二天 十年了 每天都桌子都有菜 我不用減肥喔 我已經跟他講說 我要瘦身了 可以不用準備我的餐 可是他就是說 沒關係 我幫你準備瘦身餐 然後瘦身餐就是比如說 瘦身餐 瘦身餐 就知道吃一樣就好了 我說對 吃一樣就好了 他煮麻醬麵 那個不得了 那個不得了 麻醬麵 好好吃喔 好好吃 我們家真的 我都說我們家是米其林 你煮 真的要煮的喔 那是他煮的 然後餛飩湯怎麼減肥 對不對 然後雖然中間有蛋 這我一定吃光過 但是旁邊那個炒麵 那個炒麵 糯米雞 你說快不誇張 這是他自己做的 然後中間那個 不是普通的蛋喔 它是糖心蛋 他怎麼會做菜喔 你那個都讓的 他也是可以的 可是比如說 好好吃... 然後每次都還沒下去 好不好吃 好吃... 壓力很大 壓力很大 然後有些時候就是 很多人都會說 黃小柔 你為什麼就是看起來都是 沒看過你瘦過 辛苦了 是很幸福耶 是幸福沒錯 但是你就是瘦不下來 有一天你不吃你老公的菜 就代表你不愛他 我跟你講 有一天我還真的不吃 我就偷偷的沒吃 他發現他 那更可怕耶 你要去道歉了 因為他是 整個就是 那一個禮拜的眼睛都這樣 對 而且他是只要到吃飯時間 你就可以感覺到 他無形的 那我就幫你煮 怎樣... 那種的 都不要煮 對 都不要煮 怎樣... 然後我就說 好 那我們叫外送啊 然後我就看我先生 我先生就臉還是這樣子 就不理我 然後都第七天的時候 我是沒有跟他道歉 我就說 我說其實外食吃的有點多 我說好了 下次我大概會留意一下 那你可以煮飯了嗎 現象 就這樣 發啦... 他可以快速 而且重點是 他那一天 菜就是直接這樣 等一下 煮好了啦 三公公啦 對 他自己大概想知道 我們厲害了吧 對 然後從那一天開始 我就會去讀他 就是每次我早一回家 看到桌子 我就先誇獎一番 看一下ASB 怕老公一足 日常必備哪種技能 聽聽飄要怎麼說 一定是要會看點涉毒空氣 因為我有些姊妹的老公 不知道怎樣 就那種很專制的大男人 那種古早男人 他們就是會這樣 嗯... 就是他就開始就是 好像不耐煩啊 或是生氣啊 這個時候我的姊妹 都會立刻嗅到他老公 可能他當下 可能不想再參與 女生的八卦聚會了啊 他老公就說 啊... 我們差不多要回家囉 我要回家哭小孩囉 就是姊妹們都非常會 讀懂我們的臨時 所以呢 如果你是怕老公一足的話 一定要學會 看臉色 不空氣 我選A 有次老公下班回家 我就覺得 他的臉色看起來怪怪 不知道公司發生什麼事 然後我就趕快倒了一杯水給他喝 然後又叫小孩 遞熱毛巾給他擦臉 結果後來他就跟我講說 他本來在公司有一些事情 讓他壓力很大 就是心情不是很開心 結果回來我們這樣子以後 他就覺得很感動 很模型 所以我就鬆了一口氣 看臉色真的好重要 根據調查 多數QL投給了A 會看臉色 讀空氣 得票比例76% 你覺得正常嗎 有 好 果然76%覺得 看臉色 讀空氣 是必備的技能 選B的不正常 請噴 我覺得人家要解釋一下說 看臉色 我們可能會有負面的想法 像我們就是比較委屈啊 其實你從正面的意義去看的話 就是說你去讀他的表情 對 我有這個心意對不對 對啦 我昨天才跟他道歉 都沒有用喔 我覺得就是 你一定要先讀空氣 不然的話你等到對不起的時候 他其實就是已讀 已經炸開了 對 對 就是我 對不起啦 好啦 下次不敢了 不要再這樣啦 其實那些都假裝的 我必須要講 那些都是 拿克服人員的態度出來 有沒有 所以這是服務員 你打電話也克服人 客人員說對不起 對不起 一定會為你處理 態度要拿出來 對 後來我女朋友有教我一招 她說你先寫好 大概萬言長字 就比方說一千 至少要寫很長 漏漏漏的文字 儲存在手機 哪一天他真的是你知道 踩到你底線的時候 你就秒發那一千字 他是不是就可以感覺到 就說 你忍我這麼久 把他日常很像 每天都要記錄 比方說他 昨天發生什麼事對不對 今天剛剛當下 比方說他罵了你什麼 你幹嘛不帶傘 你把我的傘丟掉 你都不知道嗎 罵著你不講話 你就開始唱歌 送你送給我吃 好厲害 我怎麼可以這樣 我就好過了 當她的公子會覺得她自戰 好幽默 不會 因為她都會這招對我 我就更抓狂了 我跟你講像我老婆 今天有做我摩羯座 我們是不會把對不起講出口的 但是我們自然有我們的一種 和好的模式 就是吵... 僵死 然後我老婆就默默地去 打開冰箱切水果 然後切一盤 她放在桌上 她也不會很禮貌 她老公吃水果 她也是弄了一副好像是 很帥 理所當然 我們自然感受得到 這就是她之前的方式 蠻可愛的 妳這時候不要再裝逼了 對... 不吃 那就完蛋了 什麼東西 妳在那邊 每一次吃那個 我給你樓梯快下 對... 趕快吃 吃了十幾條這樣 很好吃 然後吃了因為甜在心 她轉頭看她 不要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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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不到 我吵 一支吵 不用吵 對不起 三個字 三個字 來 爸到老公說哪一句話 會超級沒道理 A 你又不接電話了 B 能不能快一點 A還是B 來 請選擇 陳奕紛你動作很慢嗎 我其實有沒有動作慢 那時候是我們去台南 一個民宿玩 吃飯之前我就說 我一點要Re搞 那其實那一次Re搞 我也有點害怕 因為那個節目 每一次的這個故事 都要Re好久 因為我已經吃完了 我趕快吃很快 我就出來看著窗外 我就開始Re 可是我發現這個人也有一點 就是不是很會 不是找得到方向 重點 Re到差不多四十分 四十五分的時候 我都站得有點痠 我都坐下來了 坐下來還去人家吧台 倒一杯飲料 我老公就出來 可以快一點嗎 妳能不能快一點 我就說 可能沒辦法那麼快 快好了 好 然後後來 他又差不多一個小時之後 因為我又去Re Re到我都已經翹腳了 開始喝飲料 然後邊Re了 然後他又說 可是這樣一直劃圈 一直劃圈 你現在知道要劃圈圈 對 他一直 那時候已經一個小時了 後來 雙摸前腳 比他飛起來 因為我兩個小孩 他有時候會從這邊跑來跑 去這邊跑來 突然間有一陣安靜 我就覺得 我可以好好忍 我說那這樣子 故事應該可以了吧 那時候已經一個半小時了 太久了 對 結束之後呢 那為什麼不直接去錄 都可以錄 錄一台了 我也覺得很辛苦 但是我就說辛苦妳了 我就掛電話 掛電話之後我就覺得 好累喔 我的喉嚨會好痛喔 然後後來之後我轉頭就看 我小孩都去哪了 就背著包包走出去 把妳留在那邊 然後我就當下 我就跟那個餐廳 問說請問一下 你們這裡可以叫到計程車嗎 坐的計程車是回台北 還是去民宿 我是去民宿 然後去的時候 我也是很害怕 真的 因為我不知道怎麼去解釋 這個真的很久 然後我就說 我說我沒事了這樣 他說 那冰箱有綠豆湯 妳可以去喝了 然後我瞬間就 還好沒損女生 然後有時候在家裡 他說涼點要出門 對不對 大家講好涼 是大家講好涼點要出門 可是我總是會 這個電燈沒用 那個哪裡沒關 冷氣我會怕什麼 怕瓦斯沒有 或是哪一個電風車 一站房間 對 就在那邊檢查 然後一站在門口 妳還要很久嗎 電梯快到了 然後我就心裡想說 如果你幫我弄這些 我就不用 可是我也不敢跟她講說 妳等我一下是會死是不是 對 就講得出話 對啊 支持妳 可是我就是不敢 我在我們家 我不敢說快點 但是我就是 都用行動超前部署 他們在客廳 我就走到門口 他們到門口 我就走到電梯 那他們沒有再理我了 我老公只要講 不接電話 我會很生氣 為什麼妳們都不接電話 好奇怪 比如說我接電話 我會出門 我也讓你知道我跟誰了 那妳也知道 我要跟姊妹聊天 而且我是一個 很不喜歡 我在聊天的時候 是 有人一直在滑手機的 是 我覺得那是基本理罷 所以我就手機 都會放在那邊關無聲 然後就很開心的 跟姿怡的聊天 然後我們聊完之後 講完之後 確定要走前十分鐘 我才會看 有些時候我們女生聊天或幹嘛 我這個人是這樣子 放出去的時候就是 常常會不在正確的時間 比如說日常是 可能十點 可是十點 正是精采的時候 妳怎麼可能回家呢 才有 對 然後我就會拗個半個小時 或拗 然後我就會可能 就那半個小時就不接電話 不… 妳要報廢 我幹嘛報廢 我根本不小心 因為老公會擔心 對 我是頭腦 現在他就說他會擔心 可是我就會心裡想說 我這麼大的人 台北市 拜託 誰不認識我 我不會有事的嘛 那妳也知道 我在偷這半個小時的快樂 那妳為什麼還要問我說 妳為什麼不接電話 妳幹嘛… 妳越這樣我就越生氣 妳不曉得老公的心態 怎麼了 我老婆帶著我女兒去韓國嘛 就昨天嘛 昨天的昨天就前天 他們還會主動來跟我視訊 差不多九點鐘左右 所以我估計他們在外面怎麼玩 應該九點多就會回飯店了 那昨天我也九點多 回到家裡面 那我就打視訊電話 沒人接 對 過十分鐘又打 沒人接 然後在九點半沒人接 我開始心裡面在毛了 你知道嗎 會 他們母女兩個人 在韓國 那會不會出什麼事 韓國會啦 然後我就想說糟糕了 我怎麼擺蜜竟然有一書 我不知道他們住哪間飯店 我開始想說 如果我在韓國放幾點事故 那我該聯絡外交部嗎 還是怎麼樣 天啊 想到這麼遠去 那如果我一直找不到 一直電話沒人回呢 如果一直到半夜兩點 沒人回呢 那我該有怎麼樣的措施 我發現要去找誰 還好續經一場 大概十點十五分的時候 然後他們回來了 然後打給我 我說怎麼沒接電話 我口氣很兇 因為我那是驚恐跟焦慮 對不對 他說沒有 因為他們去宏大商圈 然後那邊很吵很鬧 所以他們沒有聽到 我的電話聲音 所以我們擔心的是這個 是 這個安危的問題 所以我就 我跟你講 你現在把你相關的資料都給我 那個飯店市來接 宏大那個叫RICE 放地址在哪裡 如果有人喜歡我們的討論 那就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的最新影片 那還想看其他更多影片 那就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